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说分云说保利尼奥不会首发登场 但是比赛开始保利尼奥和巴西小伙塔里斯卡同时首发登场 站在国家队老大哥的身旁 塔里斯卡一点都不显得青涩 倒是保利尼奥在旁边眼神里似乎气势略显下风 因为这位年轻人早已经在巴西光芒四射 虽然只入选过一次巴西国家队 但是在巴西国家队的位置有护帝尼奥 保利尼奥的强大的前辈 而且他才年仅24岁 揭幕战恒大主帅卡纳瓦罗将塔里斯卡 放在中场更靠前的位置 甚至保利尼奥脱后 可以看出卡帅对这位年轻人在进攻端的看好 在比赛当中 塔里斯卡带帽家助攻 独造自求 赛后卡帅新闻发布会也说了 塔里斯卡不仅能够在进攻端可以担下重任 还可以起到连接中场的作用 比赛一个上半场43分钟 塔里斯卡在中场一个精准的挑船 直接找到禁区中锋高拉特 这一个传球真的可谓是神仙级别的助攻 可惜高拉特投球稍稍高过球门衡量 赛后 贵州教练 重回中超的俄超名帅配帅惊讶到 恒大中后场球员都是非常好的 特别是三个巴西人 他毫不忌惮的说 三 年后恒大还是第一这样的话 而对于恒大而言 找到这样的年轻且全能行中场 真的是解到宝贝了 在恒大的中国本土球员好好学习这样的球员 对我们中国足球也是一件有帮助的事情